在明天一堆的永樂市場 買完年菜 接著就可以去旁邊的迪化街 我們到前台第一條 連貨大街迪化街 而且它是三十年 屹立不搖 比例可以採買到 我們伴手禮 還有連貨要用的 全部都有 所以我們請商船理事長 直接帶你去辦連貨 既贊糖果餅乾花生 我們今天不能試吃 要怎麼挑選呢 好大 平 為什麼要平 蠔咬 那花生呢 花生這幾年 最厲害的就是黑金剛 那個黑金剛的特色比較香 聞到嗎 有喔 有隔著口罩聞到 對 因為今年的疫情關係 昨天商鮮一直在虎島吃包裝 這個店家維持了它原來的特色 大同的 來給民眾可以來檢查 第二站 為什麼延長特別推薦這一家 它特地從北港上來 我們家口味 總共是16種 都可以做搭配 拜天公一定要用素食的東西 那以前古早的這種餅乾很少 我們要讓人下去拜天公 是用最尊敬的方式 第三站要挑送禮的用品 香菇 有一個稍微 噴一下 你有沒有 還是可以有 這樣嗎 香 台灣的特色 如果中國大陸就是沒有這種香味 所以我一直就 手在那一下 馬上彈回來 這表示什麼 甘不夠 往年敵化機這裡 過年會搭棚架 所以馬路變得很小 今年因為疫情管控 不會有這種現象 今年的馬路變寬了 來這邊採買的民眾更舒服 而且要想要採買的東西 這裡都可以買得到 八大新聞年區如知行 在台北疑似買昨年貨報導 怎麼買年貨學到了嗎 其實除了到了這些文明的地方 拌年貨之外 還要顛覆您的想像 民眾也可以到黃昏市場 拌好貨喔 美食渣費奇就分享 新北市壽風市場 不只商品價格很優惠 還能購買得很安心 像是有海鮮攤 每一隻魚都標出價格 而且一貨非常新鮮 小資女 拌年貨又怕吃得不安心 美食渣費奇要告訴你 其實有個黃昏市場 很適合挖寶 就是在汐止的秀峰黃昏市場 帶你來一攤 是可以有溫控的一個 賣豬肉的攤子 一般的話 他們都是用那個 光冷式在吹 然後我們是給它用那個 鐵拼式的 對 這樣的話 肉才不會乾乾的 最特別的是 內臟它都有一個排水的系統 所以會比較安心 也比較健康 也比較衛生 它有名字嗎 沒有名字 就自己想像出來的 你看雖然是黃昏市場 可是你看它的整個的漁貨 光是看到它那個魚的眼睛 就整個是很光臉 晶瑩剔透 可見它就是前一天的晚上 從卡巴蒂跟大溪魚港 運送過來的 而且它價錢都有標示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有標價的 標價格的話 客人可以很明確的看到說 它喜歡的 想要的 拜拜 有鯧魚 國運鯧龍 然後有嘎啦 人家說 那個古時候的人說 嘎啦是最好的魚 來這裡也能挖掘百年古早年味對不對 沒錯 它最有名的就是 紅菇粿 台語叫菇 然後長長久久 所以代表的也是這種常商 它這裡標價也都清清楚楚嗎 對… 就連燒雞也有標價 對啊 它拿過很多 新北市跟經濟部很多的 攤商的金牌獎 最有名的是燒雞 你看它其他的商品 它都是可以用成那種 比較安心安全的解釋衛生 那外面雅長 你們會想說這樣做一包的人 我們是為了方便消費者選購 然後又真空包 然後你回去之後 你也好飽藏 好保鮮 八大新聞您取乳之行 在新北買得安心又滿足報導 鎖定八大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